我們來看這個快速選舉工具來做給各位看 你找到這個 你找到這邊 這個叫做哪一個 你可以找 這個應該是選舉範圍的操作應該在這裡 原始檔 在這裡 你找這個選舉範圍的操作與編修 這個目錄 進到原始檔 你就可以看到這裡 這裡面是不是有很多個我們要把它選出來的 不要忘記了 Photoshop不會選東西 你再多的濾鏡再多的特效都沒用 因為就做得合起來不漂亮 對不對 所以最基本功就是要選 你找到它你就可以把它丟進來了 丟進來裡面 現在要把骰子拿出來 要怎麼拿 你可以找找看 在這邊 你用套索啦 這些其實當然都是一種方式 可是呢 有一個比較不錯的 好像是5.0以後的吧 就是叫快速選舉工具 快速選舉 你把它選一下 那這個不夠大 你可以把它放大一點 怎麼放大 雖然你可以從上面這裡 是不是可以變大 但是這樣就麻煩 我通常都用這個 你有沒有覺得變大變小 來你們看一下 低頭看一下 鍵盤上有兩個字叫接跟路 有看到嗎 Enter的上面不是有個接跟路嗎 還是要用這個給他們看 喔 來 那個看有點麻煩 用這個看 直接給他們那個 對 鍵盤喔 哈哈哈 鍵盤上有接跟路 我看看接跟路在哪裡 喔在這裡 這個 怎麼都剛好那麼小一個 剛好都沒有 對 剛好都沒有 哈哈哈 鍵盤的接跟路 就是我們的左右中括號 你打鍵盤 哈哈打鍵盤 因為它是 這一個 好 這裡 OK 比較小一點 有沒有左右中括號 有 對不對 所以 這個 你就用那個快速鍵 這個是筆刷的大小 也是我們這個的大小 所以你就這樣 預設是加碼 所以你就塗一下 有沒有它就自動把你擴張了 對不對 這樣就 是不是就OK了 好 你看 黑色弄完了 但是我必須告訴各位 視覺上看起來很快 但是它邊緣其實沒有選得很好 哈哈哈 因為你把它放大一下 你看我把它放大 我怎麼放大 雖然這裡有放大鏡對不對 但是你要切在這裡 有沒有比較麻煩 那我放大 我是按 我們剛剛 這個地方 就是剛剛講的 你在這邊做好的 只要有選取 有選取 就有這個調整邊緣 就有這個調整邊緣 你幹嘛 很可思議 是 你知道嗎 什麼